公投以及台中市立委补选即将到来 各界都投意高度关注 而保证人民的参政权 这警政间在今天起进驻了乌日分局 进行选举安全维护及查查 公投会投入6000多名的警力 严格要来把关投开票的过程 也会肃清汇选和选举赌盘 面对1月9号即将到来的立委补选 蓝绿参选人密集败票 为避免暴力冲突事件 警察局今天在乌日分局召开选举安全维护及查查会议 提报选举安全维护和查会制报等因应作为 一 就查查会选 查会制报 选举了安全维护 还有查出假信息 选举赌盘 包括公投赌盘 就分析这些维护选人 他们的社团组织 基层实力 只要人脉 资金来源 还有所有黑道暴力介入 全国性公民投票将在12月18举行 警察局为了保障人民参政权 在1872个投开票所将投入6000多名警力 进行各项安全维护 目前公投说明会已办理集会84场游行24场 未发生任何暴力冲突事件 此外1月9号第二选区立委缺额补选 将设258个投开票所 预计投入1600名警力 因应突发状况 警政间今天起进驻乌日分局 统合督办选举查查事宜 做好维安与事故应变 警方呼吁民众如发现有会选买票或选举赌盘 不法行事请拨打110 除将严密保护检举人的身份外 也可以案情获取最高1000万的奖金 防止任何不法手段介入选举投票作业 确保过程公平公正